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怎么样选举都过去了 心情也要慢慢恢复了 下礼拜呢 感觉一切都要恢复正常了 该上班的上班 该上课的上课 虽然上个礼拜已经有很多商号已经开始了 但是呢 我感觉还是在年里了 因为元宵还没过嘛 所以下个礼拜才感觉像是全部都要恢复正常了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想说我们就开始慢慢的从生活上我们会接触到事情 我们一间一间来聊吧 聊之前呢 先讲个题外话 就是我昨天呢 因为做了一个视频 曾经在里面说过 我不方便留我的私人讯息及漏脸 那就有很多网友好心提醒我 说千万不能透露讯息及漏脸 要不然会被1450盯上 因为我现在我的视频已经被贴黄标 被1450盯上了嘛 他说万一被盯上的话会很麻烦 其实我告诉各位不用担心 也谢谢你们的关心 因为我觉得1450就算我不方便留我的讯息 他们一样找得到我的 因为他们要是连这种本色没有的话 他就不配当1450 那对付1450我也有我的办法 我也给各位建议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他要是用这种法律的罪来告你的话 他告你一条 你就要反告他十条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你一定要找出十条来反告他 因为上法院怕的不是说他会 你会被判什么罪 因为像这种事情的话 不是上人方 我不会判什么大罪的 而且我既然做了 我就不怕坐穿老底 我讲过了 那你反告他十条为什么 是因为跑法院要时间 你告我一条 我只要跑一次 可是我告你十条 你要跑十次 我们到时候看谁时间多 上法院比的是谁耗的气 而不是比谁官司会打赢或打输 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我们要当刁民就要当的彻底一点 我们就用法律嘛 我们不违法 你告我一条 我告你十条 不管我告你什么 你必须出庭 我出庭一次 你出庭十次嘛 我反正我不是做固定工作的 大家就要比看时间多 看你要不要回去赚钱嘛 所以呢 这时候给各位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万一这种事情也发生在你身上的话 你可以参考看看我的办法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跟这个邪恶的政府斗 我们就要当刁民 而且是当一个从法律中合法的刁民 我们看谁耗得起嘛 这个办法才可以困住他们 才可以让他们有所忌惮 不敢对我们为所欲为 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建议 好 那我们接下来接着聊 生活上会结束到什么事呢 第一个 当然是我们的钱嘛 就财经 我今天看了一下财经新闻 那当然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发出很可怕的警告了 为什么呢 因为礼拜一大陆的股市要开盘 当然因为经过这一次传染病事件呢 我相信大陆的股市明天开起来一定不好看的 所以呢 有很多的股市的这个分析的名嘴都开始说 哎呀 明天大家这个股票一定会很糟糕 台湾的股票皮要绷紧一点 大家要抓稳的 小心翻车 我觉得呢 讲这个话当然没什么不对的 不过呢 我倒想问各位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澳门 我现在去过澳门的人去他们的赌场 我们都会知道他们有一种赌博尤其叫做百家乐 我为什么说这个百家乐 其实我觉得股票市场感觉就像百家乐一样 因为百家乐的规矩 我跟各位科普一下 比较不知道的人 就是由赌场的赌客分成庄家跟闲家 两坡人互赌 那赌场不参与 抽头而已 所以这样的玩法 大家觉得像不像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是不是就分两坡人 买家跟卖家 然后输赢就在买家跟卖家 一个买跟卖之间 那政府做什么 政府什么也不做啊 政府就负责抽头啊 以及定一些规矩嘛 跟赌场是不是很像 所以难怪有人说股票市场像什么 就像一个赌博机制嘛 就像一个赌场嘛 尤其是台湾嘛 所以呢 我们的财经新闻要是把股票的新闻当做头条新闻来报的话 那我只问各位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你有没有买股票 第二个 假如你买了股票 你有没有玩融资融卷 假如你只有买股票 那其实你根本不用在乎涨或跌 你只要不卖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或者说你根本就不买股票 像我们这些人一样 我们就当观众 庄家跟卖家在里面赌博 谁赢谁出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那第二个就是 假如你买了股票 可是你又玩了融资融卷 那这个才是你比较担心的 但是话要说回来 玩融资融卷的 你只要担心今天股票开盘以后会不会下跌吗 你只需要担心今天吗 其实我觉得玩融资融卷的应该是每天都要担心吧 不是只有担心今天的消息面是怎么样吧 因为你是想短线想套利的人嘛 但是我觉得玩融资融卷的人 我真的要建议你们三十哈 就仿佛你们去赌场赌博 结果你们是借钱来赌一样 借钱来赌 那个风险当然大 因为你万一输的话 那个打击是双倍 所以玩融资融卷的应该 不是只有担心大陆的股票会不会跌吧 你应该每天都要担心任何风吹草动 所以玩融资融卷的你们切记要小心 我还是建议了 假如你真的没有钱就不要下去赌了 何必借钱来赌呢 借钱来赌 到最后输的请家荡产 家庭都保不住 这是非常划不来的 所以呢 股票对一般老百姓其实影响不大 真正影响的是有在里面玩融资融卷的人 那各位也许会说 那不对啊 那这些上市公司需要筹资啊 需要股票市场的资金益助他们才经营的下去啊 他们公司股价的好坏 牵扯到他们的公司的新融 或是他们的升衰或是会倒闭啊 其实我觉得这样看法是不对的 股票的指数绝对不代表一个公司的做的好 或是不好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 大家还记得HTC吧 我们台湾之光的宏达店曾经是了 曾经到多少钱 是不是快要1000块 请问现在多少钱 那这家公司有倒闭吗 没有啊 所以呢 股票市场怎么会是一个 这个这家公司它经营的一个胜败的一个关键呢 绝对不是 尤其在台湾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金钱游戏的场所 要把投资人所有的一倍则积蓄套进去 直接放到口袋里 直接没收你一倍积蓄的一个地方 大家千万要小心 所以我只能说在财经新闻这一块 把股票当头条新闻 我觉得很可笑 因为股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 其实真的不大的 就像我们现在台湾的股票一万多点 那但是请问大家感觉 大家经济好吗 大家日子过得好吗 那根本就是一个虚幻 一个幻觉 大家千万不要被股票的这个好坏的影响 因为对于大部分没有玩股票的来讲 根本就不痛不痒 就像我们在赌场旁边 看人家赌博一样 他们输赢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过年后把股票当财经新闻的低位 我觉得不妥当 应该是要把这个过完年 以及过年前这个消费指数来比较一下 我们才能确切知道说台湾的经济 到底是好是坏 到底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白股票我觉得那一点都不准 OK好 那讲完的财经呢 我们就聊一聊政治 好 那政治当然是 哎 我昨天看到国民党闹了一个笑话 就是要投这个政府院长 立法院的政府院长这个跑票事件 坦白说我真的不大想聊了 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我居然有一票跑到赖品渝那边去 赖品渝就是我前几天谈过的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太阳花女神穿的那么清凉 摆了一张照片 然后就获了一万两千个赞 哈哈 不晓得这位跑票了是不是一位男理委 要是的话那就情有可原了 毕竟赖品渝曾经是女神嘛 虽然现在长相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但是他投女神就投女神吧 我们还在说什么呢 这个党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好聊的了 台湾的政治我觉得就是一句话 绿色执政要长期执政了 大家要心理准备 而且呢国民党这个在野党啊 真的已经也不配当在野党了 我们昨天看到郝龙斌先生他讲了一句话吗 说假如中共不承认中华民国的话 我们就要断三通断交流 哈哈哈哈 我为什么哈哈大笑 因为听到这句话 我觉得郝伯春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小孩啊 怎么教的 教出你这个奇怪的这个傻逼啊 我为什么骂他呢 因为就仿佛一个你想要勒索别人的人 你就威胁那个被你勒索的人说 你要是不给我钱我就自断我的手脚 哈哈 你们觉得郝龙斌讲的话是不是这种感觉 老共你要是不承认我是中华民国 我就断我的三通 断三通 请问一下你在惩罚老百姓吗 我觉得国民党的你们全部是因为老了 所以智力退化了吗 你要跟老共谈判是用这种方式的话 老共才不会理你的 你们两千三百万人对话来讲算什么 台湾对话来说不过就是一个历史使命感而已 可有可无 你们今天居然还用这么蠢的方式 以为自己非常大 可以跟他对抗 可以跟他谈判 可以把自己的分量感觉假的跟他一样大一样 我觉得他真的是夜狼自大笑死人了 郝龙斌这种办法 到底是在帮台湾老百姓 还是在害台湾老百姓 大家自己去想 就是你勒索别人 就用断自己手脚的方式 真是蠢到家了 所以我觉得跟这个国民党 没有什么好聊的 你们这个党 只配做一件事 就泡沫化吧 一点出息都没有 所以国民党根本就不值得聊 不过我觉得我看到一则小小的新闻 倒是我觉得这个新闻 倒是值得大家谈一下 就是说那个共谍案 我相信大家都忘了 所以他放的比较 新闻后面一点 说共谍案呢 现在宣判下来说 王炳忠 这个周洪旭 还有这个侯汉庭 他们到限制出境了 因为他们呢 犯了一个罪 叫做发展组织罪 他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陆生周洪旭 来台湾发展组织 他吸收王炳忠 和侯汉庭 然后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然后可能不晓得搞什么 我觉得这个新闻 我看起来觉得蛮好笑的 为什么 他们充其量 不会就是一个大陆学生 在台湾想搞一个小社团 人数也没多少吗 这样就是共谍罪 真正的共谍罪 真正的叛国罪 根本就是你们台湾国 中华民国的宪法 可以组织台湾国吗 可以不支持中华民国的国号 你们到底有没有遵守宪法 还是你们根本是宪法唯物物 根本就想要篡国 我给新党建议了 你们要发展好 要发展大一点 就那么几个你们当然会被抓 你们要是几万人 几十万人 你看他敢不敢动你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现在很坏 他动不动呢 他就用这种一石二鸟之计 什么一石二鸟之计呢 就是说他很想牵制言论自由 因为他知道 现在很多民间的声音在骂他 他为了要牵制言论自由 他就用一个大帽子 叫共谍来扣在大家身上 包括我被贴黄标 那为了要让大家觉得说 这件事情是真的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陆生 大陆的学生 然后给他扣个帽子 说他发展组织 证据就是有新党的王炳中 武汉庭 然后你们发展组织 成立一个什么计划 一个什么青年团 但是呢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动作 请问一下他们是扔炸弹了 暗中想要颠覆政府 我可以跟各位讲 这个世界能够颠覆别的国家政府的 只有一个国家 叫美国 对不对 那民进党的背后就是美国 你的组织 你的美国爷爷 是颠覆别人政府的老祖宗 你居然还敢扣别人帽子 你要不要脸 不过话说回来了 跟民进党政府说要不要脸 那根本就是有说跟没说一样 那早就不要脸了 所以我才说 这个新闻我觉得大家才是比较要注意的 因为他用这个新闻开始要牵制言论自由 那民进党政府一天到晚说 台湾是民主国家 我们最伟大的最了不起的成就 就是我们的民主自由 言论自由 结果后来呢 他现在就是用这种所谓共谍的大帽子 想要扣匪谍的帽子 以牵制言论自由 我觉得这真是可耻又下见的 所以呢看到这些新闻呢 我也跟大家讲就是 不管怎么样 现在是人为刀主 我们为娱乐 我们要想办法保护自己 所以我之前说的这种 假如万一你被这种什么公谍案 或者是这种 签证言论自由给你扣帽子的话 你被传讯法院的话 千万不要怕 因为你怕就是他最需要的 他就是要你怕 那你以后不敢再骂他 那大家要怎么做 那你们自己去决定的 我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不怕了 你要是告就靠 我就我就要那个办法 我跟你上法院 我用法律跟你周旋 你告我一条 我就告你十条 我们看谁有空 好那今天节目拉扎就说到这边 以后呢 这节目呢我觉得我也不会专注于政治了 因为我觉得政治新闻 我相信大家看的应该比我还多了 电视新闻名嘴讲的也比我多了 大家要是看不定就继续去看吧 那我那我会觉得说我的节目 我希望说慢慢把所有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往外扩展一点 不要再这么狭隘子放在政治上 因为人生还有很多事情 值得我们去关注关怀以及去欣赏体会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空 这几天天气不错 也走出户外走一走 享受一下自由呼吸的空气 毕竟呢 在迷你脑执政下 我们不晓得这种自由 我们还能享受多久了 好那今天节目就做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